Lio聊四季天氣中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西班牙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阿羅比亞的表演賽 那為什麼是阿羅比亞呢 因為他這場比賽不是阿拉比亞 他是阿羅比亞 那表演賽的部分 應該是邀請道德跟塔塔做的一個表演賽 並不是正式比賽 但表演賽也是相當精彩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先來看一下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建築工的建造效率 是非常快速的 那他的火器單位呢 這個射速也是遊戲裡面 最快的一個文明 再來呢他的信仰 這個招翔速度還有這個射程 也是全有命最快 也最遠的一個文明 所以他是一個信仰文明 加上火器文明 簡稱要不要信教文明 那西班牙人後期都是處於一個 打一個遊俠配火槍 西班牙征服者 生旅還有這個疾兵戰矛的一個路線 本身沒有什麼 太特別的戰術 但是就是很基本 但很強 那西班牙人呢 這個兵工廠的科技研發 也不需要黃金喔 像什麼三公三房啊什麼 全部都是不需要黃金的 而且他每研發一個科技喔 都可以獲得20黃金 而且這個科技呢 是包含經濟科技的喔 什麼織布技術啊 一級農一級抹都可以加20黃金 讓他在後期喔 可以獲得大量黃金 讓他有效的可以轉出這個遊俠出來 去做應對的喔 所以西班牙人喔 算是一個蠻強大的一個文明 其實我也蠻建議喔 這個剛加入西帝國的玩家們喔 可以嘗試玩一下西班牙人 這個火槍會讓你有一種莫名的爽感 好接下來看一下蒙古人 那蒙古人呢最大的特色喔 是他這個馬攻速度呢 射擊速度非常快速喔 這是個所謂的安協戰術喔 可以讓他這個蒙古的射速 是非常誇張的 那後期的蒙古人都是打一個洛馬 加上草原騎兵跟 駱駝還有這個 自己的蒙古圖技喔 做一個搭配 那駱駝可能比較少啦 都是草原騎兵或大洛馬 或比較多一點 那最主要的語音是因為 他的大洛馬呢 有這個血量加成 那血量加成的部分呢 是到城堡時代 先騎兵升級好之後才會獲得 那蒙古人的後期呢 通常都是打一個 蒙古圖技 配上大洛馬 還有這個 蒙古圖技 還有這個 大洛馬 蒙古圖技 草原騎兵 衝車 投石車 都是比較常見的一個組合 那蒙古人的吃野味速度也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在一些特殊地圖裡 只要野味夠多的話 就可以一直吃喔 這個讓經濟非常好 像這個 還有四頭鹿在這邊 還有這個 你看這邊還有很多鹿 所以如果 道德這邊 不是道德 是塔套這邊 如果他可以一直拉四吋 去到處蓋魔房 一直去偷吃鹿的話 如果可以找到這兩坨鹿群的話 這個經濟補充會補得非常好 你來看這柿子 總共五百六十個肉 那兩坨的話就是一千肉 可以直接點帝王 而且他吃的速度很快 讓他在野外的待遇時間更短 比較不容易被對方發現 而且這也是在邊邊角角的位置 所以如果這一場塔套能看到的話 讓他的經濟是非常的賺 那優原這次表演賽的關係 跟一般的阿拉伯不一樣 一開始就有生侶了 所以一開始就可以拿這個刺頭 去探圖 然後找到聖物之後 就把聖物搬回家裡 這個算是這張 表演賽的地圖 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們現在稍微小小加速一下下 好 雲雲著翔 能招到嗎 沒有辦法 選擇拉走 塔套後面 繞了一圈 喔 看到生物了 他剛剛經過了 馬上拉了自己生侶 過去看一下 好 那這時候 塔套點下了一擊農田 一擊農田補下囉 待會這邊再補一個織布技術 他這邊偷織布上的喔 這個是一個細節 因為蒙古呢 他吃野味喔 這個鹿啊或是豬肉 因為吃的速度很快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蒙古玩家 會會把這個織布技術 等到鋒墊時代上去之後 再點 這樣就可以再多個幾秒 就可以再出現這個弱馬 出來擋 好 這裡有一隻 赤猴被招走 哇靠 道特的赤猴被招了 那我這邊打1 2 3 1 2 3 4 道特是爆氣的意思嗎 這樣莫名其妙的喔 讓 讓塔套多了一隻赤猴出來 但他應該是上去的時候 也是升到封建史達 所以每一隻的赤猴血量 跟傷害都是武功 45滴血 那道特這邊沒有赤猴的關係 趕快正面圍死 出了槍兵防守 他的地圖算是蠻好圍的啦 沒有什麼太誇張的地方 這邊稍微圍一下 就差不多了 塔套這邊已經收集到三個生物喔 非常多 那由於已經失去赤猴的道特 所以現在可以讓塔套自由自在的 去找出所有的生物來 但還好有個生物喔 是在道特的家裡 所以沒有這個被拿5生物的擔憂 下面還有個比較遠 好 那 塔套也沒有直接喔 用這個肉碼去強壓對手 反正是在家裡一直附近繞來繞去喔 可能極力想要找出赤猴 找出這個生物 不是赤猴 講錯講錯 好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來看一下兩邊的城堡塞會怎麼打吧 好 這邊拉兩隻赤猴 出去外面看能不能抓到對方的生女 大家看到對方這邊已經圍好 欸這次有洞嗎 哇靠 HOLY SHIT 好 殺了一村 有機會嗎 唉唷 迅速圍好 這就是手術阿 好溜好溜 唉唷 呵呵 準局追逐 勝女照不下 但是不敢直接應招 好 三個生物已經在這裡 道特已經看到了 阿倫心裡OS 哇 真的是 被動防守阿 勝女有沒有事情可以做 好 這裡補下了市集 還有兵工廠 待會準備就要來升到城堡時代了 那這邊肉好像不太夠 待會要看一下它怎麼升 要來買賣一波嗎 這裡有挖石頭 OK 肉不夠 果然 這裡要買100肉了 不然它會斷存 OK 買賣一波 換了100木 買了100食物 稍微斷存一下 點一下城堡時代 好 現在是四刺頭對上兩個刺頭 這兩個刺頭應該是探圖而已 並不是真的要去騷擾對手 好 這邊再稍微下個城門 要把這邊給威死 這邊生女很厲害 好像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用這個木槍為寫 這樣生女就不會受到傷害 而且還可以招搶對方的刺頭 這個做法還可以守住自己的主經 這個是小小的前置戰好 哈哈 這就是四季帝國惡魂有趣的地方 可以發揮自己的想像力 跟創造力 去建造出一個防禦公式出來 那這個生女呢 在前期的效果 這樣子用其實蠻好的 好 一升到城堡時代的道特 直接補下一個城堡 在木槍的區域 這個區域還不錯 可以鎖住石頭跟木區 那我個人是更喜歡這個位置 高地 但由於他現在沒有兵力的優勢 出去蓋城堡的話 可能會有風險被抓 好 那這邊是想要趕快出西班牙征服者 所以沒有想要蓋太遠 然後這邊出了西班牙征服者 那西班牙征服者只要三隻 只要同時激活到一隻村民的話 就會擊殺一隻村民 但是你要確保三隻 這個西班牙征服者不會砲槍喔 三隻都有正確命中 才會有這個效果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喔 四到五隻的西貞之後再出門喔 避免這種砲槍 讓你很難擊殺到村民 好 這邊差點砍到這隻生侶 但沒有殺到 有點可惜 好 後方這裡補下了五隻 西貞 五隻西貞出門 後面補到第六隻 那這邊要有個注意一點 就是如果他一直按西貞的話 二級木會比較難點 但優勢就是西貞可以一直點 點到比較多的數量 給對手一定的壓力 好這邊直接擊倒生女 看這一槍一個 這就是西貞最麻煩的地方 火力超強大 好這邊技能要怎麼撿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邊衝進去蒙古會很難受 因為現在數量太少 打西貞有點打不太 除非有那個稍微拉打 拉打的話 讓對方有砲槍的機會 唉唷 這邊蒙古突擊 近距離夠近的關係 所以命中率也變很好 這邊獨靠 讓西貞沒有後退 可以後撤之路 哇不能後退他就往前 但一往前之後 刺頭也往前了 就有洞可以讓他出去 但是這邊可能要全部 損失掉自己的刺猴了 自己的西貞 這裡好慘阿 啊道特這邊居然第一波就損失掉了 大量部隊 哇被赤頭追著砍 太難受了 好 這邊西貞 基本上第一波前央失敗 就有可能會被壓制住 蒙古這時候偷偷補下了二級伐木 靜靜稍微補正一下 但因為我們沒有彈道學的關係 所以現在西貞 要打蒙古突擊 拉打遠距離的話 可能還是有機會打得贏的 但是距離太近的話就會被點射 欸有彈道學 你哪時候點 我想怎麼那麼準 想說他剛剛拉打應該是不會被射到 被蒙古突擊射到才對的 結果還是被射到 原來是有彈道學的 嚇到我了 好 這邊稍微補下血 後面補下 更多黃金喔 這個黃金不太夠 但現在六個人就差不多了 因為你現在是要3TC看 黃金不需要太多 欸這裡怎麼有洞 他怎麼進來的 好 這邊是4TC開農 你看看這隻刺頭進來 他會獲取到非常多的資訊 這樣讓塔套就可以應對防守 喔你4TC開農 那我魔物圖劇又少亮出 然後再繼續補下城鎮中心 有沒有 用我知道你的資訊 你不是打強軍事 那我就開農 跟你一起農 好這邊補下第五個 全部都被塔套看在眼裡 他這邊應該也會再補下第四棟 城鎮中心繼續補 那大家也可以考慮補這個位置喔 雖然這裡有點遠 偏遠 也可以考慮補這個位置 也不錯 有石頭跟木頭 再來的話就是後面這個地方 要更遠一點點 但我們太建議喔 有點偏遠 我覺得還是補在黃金處 或是這個地方也很好 好 那塔套這邊是補下了輪走技所 稍微讓自己的經濟再更好一些 稍微再加速一下下 兩邊都沒有要再開打 好這時候到達決定開農的關係 補下自己的二級木 這裡補下防守 繼續打防線 唉唷那次塔套在上方蓋了一棟城堡 加在前壓上方的這個石頭區域喔 好這邊兩邊對射一下 一換一 好那蒙古圖技只要數量一多起來的話 其實是可以壓制住西班牙征服者 因為西班牙征服者雖然攻擊力高 但射速非常的慢喔 所以造成他跟對方對射的時候 沒有辦法拿到一個很好的優勢 好電魷士帶也補下了 西班牙也補下輪軸 以及工兵鎧甲 那西戰是吃工兵鎧甲的 好這個稍微補充一下 好最近看到有新人在發問 好可以稍微點射一下 好繼續拉扯 喔彈刀雪很準 這邊打算硬蓋了 但是西戰一直瘋狂在輸出村民 雖然村民被打掉很多隻 但西戰數量開始不夠了 蒙古圖技也原地開射 好 OK剩下兩隻西戰應該擋不住 可以繼續蓋 好但是到這邊也是補下一棟城堡 這邊應對方式相當不錯 城堡對城堡 但是塔套這邊很好 這邊是高地 這邊高打低巨頭還有優勢 所以我覺得城堡如果要再補的話 可能要補在更後方一點 比如這個位置 或是這裡 那我覺得這裡可能會更好一點 那蓋這個位置的地方 對方就可以直接在高地架持巨頭 拆你的城堡 這根城堡你要守 腰手也是有點困難 所以我不太喜歡道德這種蓋城堡的方式 好 那就來看一下這根城堡到底會不會像我說的一樣 會不會高打低屌打一波 這邊3TC開龍 點下地龍時代之後再補下一個城堡中心 這樣到地龍時代之後就可以繼續補自己的經濟了 才不會經濟落後太多 因為這些塔套已經已知對手5TC開龍 所以這邊自己開始轉龍一些 手推車二級農還有增兵藝術都補下 那這些科技在升地龍時代之前 就補的話就不會忘記 那不會忘記的話 你地龍時代就可以專注打架 就不用再去擔心農田科技或是經濟的部分 這個算是高端門最近在意識的一個問題 因為每次上地龍時代 兩邊都打得水生火樂 忙得不得開交啦 沒有時間在管那些經濟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先預先準備好 就像你開電一樣先備料起來 你也有備料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這個料的問題 就專注在你的開電營運上就好 再反而應付這個戰場 開電的戰場就不用再去想 這些有點美的了 這個也算是玩世紀帝國 可以誤出的一些道理 好 好 好 那地龍時代補完 好 火氣也補下 那西班牙之間化學 補完之後 可以考慮修過火炮 稍微反思一下 但是你看這邊高達第一傷害太高 這邊充滿只有九個人在修 一定是修不回來 哇 很難受 第三台出來了 三巨頭 沒有騎士 也沒有刺猴 可以來砍這些巨型頭司機 也沒有衝車 好 直接損失掉 你看這棟城堡就白給了 所以最好施政在這個位置會比較好一點 稍微裡面一點點 讓對方稍微深入一下 在平地架巨頭 那對方勢必要拿兵來防守 那你就可以跟對方做交換 用這個戰毛兵啊 或是用衝車去頂 都可以 或是用火炮 好 這個高低巨頭 拆得很爽 就拆了一個BK 前線的建築物完全蓋不起來 好難受啊 道特 道特現在心如膠粉了 只能蓋在後面 好 這邊拖拖出去挖金礦的村民池 就被蒙古土記抓包 射速非常的快速 一發一個 療癒 畫面就非常療癒 蒙古土記就是有 嘘嘘嘘嘘嘘的聲音 變起來真的很舒服 好 這裡城堡 有一點危險 巨頭開始反殺 但是對方還是高低 火炮這時候中午出來了 OK 要不要往前推呢 OK 往前開始往前推 先打個一炮 來吧 咚 咚 咚 猜一發 到地 OK 收掉巨系統司機 好 右方 巨頭繼續拆 應該拆 應該拆掉了 火炮一出來 果然戰況直接逆轉 這棟城堡已經讓塔套已經爭取到非常多的時間了 因為這些時間呢 他是要拿來農的 因為他剛剛知道自己經濟 明顯落後 但這邊一農上之後 點一下銀罐 銀罐是可以讓自己的房子 即使delete掉 也不會損失人口數 這個是蠻關鍵的一個科技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你只要滴掉這些房子之後 你這些空間就可以拿來蓋建築物 例如蓋農田啊 撒農田 或是蓋好更好的訪問公室 或蓋下更多的馬舅在自己家裡 防守也是比較安全一點的 但是對於比較空曠地圖來說 銀罐並不是必須的 有一些特殊戰術使用場合 才需要用到這個銀罐 遊牧技術 好西班牙這邊點下了霸權科技 霸權一點完之後血量會到80滴血 攻擊力9攻 遠防4 近防3 這個攻防來說是非常的高 那血量有80滴血 基本上這個傷害比一般的騎士 傷害少了一滴而已 好 那塔塔這根城堡插得很好 這邊城堡直接插爆對方承認中心 還可以控住金礦 那現在沒有辦法可以應付巨型頭實際的方法 只能用自己大洛瑪 升好工坊 再繼續往前 那這邊可能要先保留住一下洛瑪的數量 那會點三攻再上去打會比較好 好這邊忍不住了嗎 直接上去了 可以直接上去先點一些長槍兵 正面直接爆砍一下戰毛 好這邊繼續射長槍兵 但長槍兵數量有點被消滅 但是戰毛兵一直在點蒙古突擊 蒙古突擊數量一直被打掉 自己洛瑪送光 果然第一次送風洛瑪數量不夠 傷害也不太夠 所以有點打不太贏 這是正常 但是塔套在上方也是有柔鞋洛瑪打一個雙線 這個雙線打得還蠻好的 但是也有強兵來這裡做防守 而且村民已經變成霸群科技的關係 所以有一定的抵抗洛瑪的能力了 這個村民變得非常坦 再把這個城堡修回來 兩邊城堡也在修 TC也修回來 兩邊血量又滿了 這個一炮打掉 這邊看一下 這個箭矢 哦 射爆了一大堆的疾兵和戰毛 這裡有大概19隻的蒙古突擊 箭矢數量好噁心啊 但是火怕太多摟 這裡要不要找個機會用蒙古突擊直接上前硬點 當然要棄手的樣子了 他要專注攻擊上方 這一塊金晃跟石頭區 用肉馬跟少量的蘑菇突擊進行攻擊 肉馬被擊兵出的差不多 但蘑菇突擊也在後方進行輸出 這邊選擇要撤退 城堡最後還是殞弱啦 後方這邊偷偷 把對方的哨蛋打包之後 再開始挖金晃 後方這邊也是 後方這邊結果對方也是 道特也是插了村民過來 插了少戰來控圖 剛這邊有蓋馬祖 這邊道特蓋了更多的馬祖出來 有可能是要轉遊俠嗎 但道特這邊黃金量其實不太夠 這邊馬祖科技可能先點 先轉一些輕奇兵出來檔 或是大洛馬 看大洛馬也是蠻貴的 先轉輕奇兵來擋 好這邊想要偷抓巨頭 一發點掉 舒服 欸火炮火炮很近 沒有要硬點 因為硬點的話可能會損失更多的這個蘑菇突擊 卡套還是比較注重保留戰力的一個做法 這個做法我也是蠻贊同的 因為蒙菇突擊真的很貴 而且需要城堡產出了 殘料板就並不高了 自己又被拆住兩座城堡 所以他的產成現在是維持在兩座城堡的產 並不高 欸這時候才補化學 因為他化學一直沒補 我沒有注意到 OK這邊大洛馬直接上來硬尻 但是並沒有打到火炮 這邊戰矛跟對方的魔物圖擊互換 其實不虧 最近怎麼換對方都是黃金兵 這裡是垃圾兵 所以是不虧的 好這裡中不下三攻 卡套這邊支援用量也是蠻極限的 這樣都是用大洛馬配魔物圖擊做個搭配 那這邊的話是不太建議出草原騎兵 因為草原騎兵遇到火槍也是會很痛 遇到疾兵也是難解 所以這邊用大洛馬來說 就價格就很能接受 血量多 18滴血 哇 破快要一刀120滴血的洛馬 真的是坦啊 那我覺得這遊戲的血量是大於防禦力的 因為 這額外增上的效果 可以讓他多扛一刀甚至兩刀 所以 不像這個防禦力有 沒辦法對於這個額外增上的效果 有明顯的幫助 但是血量上來說就會有 所以血量我還是覺得優於防禦力的 好 大洛馬這邊直接硬貼 想不硬拆 能拆得掉嗎 後方有點困難 魔物圖擊專注在射擊擊兵 急兵抽到射下全部倒地 但正面的急兵又補了過來 補掉了前面的肉馬 好 那這邊蒙古肉量補到快要70片田 掉了一隻狂噴肉馬 魔物圖擊也已經全部點好了 好 那這時候塔套可以考慮去補下大沖車的升級 這時候其實補大沖車會讓道特很難受 因為他這邊的兵種全部打大沖車需要花費一段時間 只有火炮可以很好處理 那這邊需要轉出火炮 需要更多的投資 那大沖車的話 投資的價格就比較便宜 而且只要75斤 升級只需要食物而已 所以我覺得大沖車是一個很好的工程選項 而且沖車全部可以吸引對方的火力 什麼火槍啊 戰毛疾兵 全部打在沖車上 這個傷害減免效果是非常多的 因為火槍跟戰毛怎麼打沖車都是一滴血 級兵打沖車也是打得很慢 並不快 好 裡面有一些大洛馬已經丟了進去 道特這邊有點麻煩 家裡已經BBQ 這裡面花都守不住 金礦又被狗 上方這塊金礦可能也沒法按得很安穩 但我覺得這邊道特還是要轉出自己的 遊俠會比較好 現在黃金庫城夠 但是食物不太 不太夠 因為食物一直瘋狂按擊兵喔 還有這個是在毛兵 那到處都有蒙古土姬在騷擾 其實讓道特有點頭痛 道特這邊蒙古土姬秀得非常漂亮 瘋狂打遊擊戰 把道特這邊的村民全部要抓掉囉 村民數要約少 從150村變成124 村民一直下降 人口書一直補不到200人口 蒙古這邊則是200人口一直爆 好 這時候點下金罐 早炎姬點下 還有這個重衝 好 但是這邊已經被突破進去 村民已經開始被射擊 哇 高地瘋狂色色 超高傷害 蒙古這邊應該是聖券在握了 看來西班牙人喔 打熱色兵還是打不太贏 應該要處理遊俠 好 家裡少量幾分鐘 解掉家裡的內亂 右邊這個蒙古土姬兩隻還沒有解掉 這兩隻蒙古土姬至少殺了10村以上有了 好 正面再繼續補 打正面喔 肉麻直接往前噴 道特直接打出了 GG 哇 這場比賽打得其實很漂亮 尤其是蒙古這邊操作喔 雖然前期經濟輸得非常慘喔 但是看到對方5TC之後還是繼續強攻 讓對方確實打得有點措手不及 然後這件洞補傷之後呢 自己爭取到了一些開能的時間喔 然後讓自己經濟再變得更好 繼續打遊擊戰 遊擊繼續打 然後把外面的礦給控下來 控完之後 再用蒙古土姬去壓制對手家裡 持燈中心的金礦處喔 這個一整套的系列策略喔 讓塔套的攻擊方式喔 變得很有效果 然後後續的大衝車也升級好了 待會再衝進去了 基本上 塔套應該也是擋不住了 除非有遊俠才有可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由 道特這邊拿下的食物跟木頭的勝率喔 畢竟他野外的金礦一直被控住 沒法安穩的挖 野礦的部分也被塔套所有拿走 礦者的部分喔 這個時候也是 所以經濟量來說 還是塔套會拿到勝率是理所當然的 雖然木頭跟食物是輸的 但沒有關係 因為黃金還是比較珍貴的 好 那手推車是比較晚補了一點 但是道特這邊是三三分鐘就點了 這個就是我說的 在地用時代喔 之前就點下手推車喔 就可以讓你喔 可以專心打地用時代喔 這件事情喔是非常重要的喔 讓你可以不用手忙腳亂 當然你在打城堡時代也是這個同理 但城堡時代有個缺點喔 就是城堡時代的資源實在太 太匱乏了 所以你需要抱一些騎士 需要大量的漏量喔 所以你要不要點二級木二級農這件事情喔 其實是有需要去帶商榷的喔 我是建議喔 不太需要那麼早點 趕快出兵去爆兵去潛壓會比較好 所以二級農二級木喔 點的時間 就是真的要自己去斟酌一下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